好了 三連民主肥皂箱 持續帶大家來關注 今天政治的焦點 全部在立法院裡頭 今天包括了複議案 到底表決能不能成功 剛剛陸續投票結果已經出來 也導致今天已經是第三天的 青鳥活動 場外民眾的情緒是越來越激動 目前跟早上比起來 來到中午左右 時間以及人潮已經暴增了兩倍 跟上午比較多 是一些退休族跟長輩 現在可以發現滿滿的年輕人 甚至有爸爸媽媽 帶著他們的未成年的小孩 都要來到現場 參加這場公民活動 不過大家也知道 今天其實最大的訴求 也就是多達五十幾個公民團體 希望能夠擋下這個複議案 不過眼看著中午 現在投票的結果 看起來複議案通過的機率是不高的 我們就要請教 五十個公民團體 以及代表之一的 台灣基進的黨主席 王興煥要跟你請教 那麼接下來你覺得 複議的成功機率高不高 如果沒有成功的話 你認為中午過後 這個人潮會怎麼樣來變化 我認為這個複議的成功機率是不高的 因為這個國民黨一定是會繼續 蠻橫的背離民意的一意孤行 那麼隨著這個複議案的失敗 就是國民黨要維持這個國會擴權的原意 那麼這樣子我認為下午到晚上的這個 因為這個民怨的沸騰 所以現場聚集的群眾會更多 那麼即使是這個複議案失敗 我也不認為說從五月下旬開始 到現在的這個立法院的再集結 這個夏季學校的開課 是失敗的公民活動 因為在這裡我看到的是 台灣民主任性